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是礼拜一 也是2021年第一天上班 第一天上学的日子 所以今天就准备了一下 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短消息合集 第一,丑都森出门了 昨天有位网友在论坛发文 自己在市场看到了他 并上传了这张照片 这位网友表示 我问他是不是丑都森 结果他用非常恐怖的眼神瞪了我一下 YouTube的家伙们都去哪里了 赚了三天的钱都去吃肉了吗 只知道刷嘴皮说要杀不杀的 18家伙们 根据媒体报道 当天是出狱后第一次外出的日子 他与妻子两个人来到市场 买了两个20万的帝王蟹回家了 真的 那些说要打他揍他教训他 还跳到车上砸车子的那些YouTuber们 都跑哪里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受爱者到现在排便都非常辛苦 你还能吃得下帝王蟹吗 说要教训他的观众YouTuber们都躲起来了吗 那个女的是以什么样的想法 跟这种人活在一起呢 太恐怖了 就这样在我们周围走来走去 他外出的话就传送灾难警报短信吧 他就是个灾难呢 第二消息 谁比较漂亮 两个人因为穿了同样款式的服装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网友们的反应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 YouTuber比较漂亮 第二 吉祖比较漂亮 第三 都很漂亮 大家觉得谁比较合适呢 第三 NuestAron暂停活动 前几天Nuest所属公司发出声明表示 成员Aron因为心理不安等健康上的理由 决定暂停活动专注于治疗 而Nuest暂时会以私人体制活动 对此网友们表示 Aron我会一直等你的 我们Aron好好休息 我爱你 刚看了一下艺人新闻下的酸烟 最近的黑粉好像也跟疫情一样更发疯了 希望你能加油 第四 是跟黑粉有关系的内容 因为网友上传了 如果我是爱斗看到黑粉的话的贴文 而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贴文的内容 如果我是爱斗看到黑粉的话 真心会觉得很可怜 我以爱斗出道 达成了我的梦想 赚很多钱 长得也漂亮又有人气 正在树立着人生里程碑前进 看着他们在用微不足道的酸烟 浪费自己的人生 真心觉得可怜 我以后也会过得很好 存款也会越来越多 为了我浪费了他们的人生 谁会负责呢 网友们表示 这个该不会真的是爱斗写的吧 我也觉得爱斗们内心应该真的会这么想 我想象了一下刚结束了演唱会 在海外饭店躺在床上 然后用手机看到论坛上的那几个酸烟 真心会发出冷笑 应该大家都知道 100%都是因为自卑感加羡慕 所以之前我们某某妹妹不是说过了吗 黑粉留言的理由就是因为 第五 昨天给大家介绍过 因为养父母的恶心而离世的小女孩的事件 昨天晚上 庞谈所有男成员吉明 也在网上上传了 参与了这个前零级活动 结果现在全世界的很多粉丝们 也纷纷开始以sorry穷姨 一起参与穷姨的悼念活动 除了启明之外 我们将一边跟夫妇等 非常多的艺人也都开始参与了这个活动 所以 现在世界各地的网友们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希望韩国司法部门能因此感到压力 而做出正当的判断 我最喜欢吃的牛群鸡筋 我最喜欢吃的牛群鸡筋 订阂 我可以吃的牛群鸡筋 我最喜欢看东西的牛群鸡筋 我想知道 你应该吃牛群鸡筋 我最喜欢吃牛群鸡筋 也是有的 我最喜欢吃牛群鸡筋 那这一样 我看到它叫你吃牛群鸡筋 从一个巴计 像是在参与的 我最喜欢吃牛群鸡筋 很像是白群鸡筋 是白群鸡筋 所以吃牛群鸡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